进入的最后关键最重要的15天 什么是呢 星光金合并双龙抢猪 接下来15天委托大战 全面进入白热化 台信金宣布提高聘金 加码换股比例 星星合并势在必得 不让中信金赢蛋公事得利 而中信金呢 漏夜发出了紧急声明 强调绩效 强调他们现金足够 反酸台信金 如果真有诚意 你所谓的加码怎么不给现金 而是发行特别股呢 等同跟星光金的原始股东借钱 怎么有这种玩法呢 星光金的行情被双方一路给喊上去 双龙抢猪最后 花落谁家呢 是 俊相 哇塞 大场面 大场面真的要来了 现在中信金跟台信金 近身肉搏在 这个势真的越来越好看 你看一天之内连发两声明 第一个声明就说 你们自己当家的孤大少 官司残层 这样甘好 第二个声明就说 事实上你们看起来加上业大 奇怪 但你看起来好像现金才只有两亿多 这样跟他们有点不太对劲 但是中信金马上博斥 说没什么事情 现在所有财经金 竟然赢蛋战打到认知作战 什么认知作战 我们待会再讲 认知作战 对啊这个真的是认知作战都来了 那现在其实他们开始强调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中信金就强调说 我们才是真正有诚意来取清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开始提出来的收购价的方案 就溢价30% 那证明我们是真的是用重品来赢取 跟你这个财心金 你看你现在不是又中马加金吗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明明一开始就知道人家值这个钱 你给人家压低价真的是不应该 再来第二件事情中信金说 我们今年上半年赚了2.67元 EPS2.67元 你台信金1.08 笑死人2.47倍 我们赢你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比钱 要比赢蛋派生 你不是对手 然后呢再来讲到说 税后股东也就是ROE 我们是18.4% 台信金才12% 那你这样比来比去 简单讲就是你的资金条件 没有办法跟我们相并论 再来台信金 你说我们账上现金只有2.8亿 现金不足 就稀了 而且我跟你讲 他就直接告诉你 你真的是也太那个了吧 你赢蛋比不上我们中信金 你就用认知作战 哦这个是很狠哦 史上第一决 再来中信金就说 我们是愿意接受主管机关监理配合哦 然后呢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至少第一次收购 10%到51% 最高51% 那我们第二次收购价钱 也一样比赢第一次啊 所以我们没有那一些 什么之后不知道 要怎么合并的问题 这个简单讲一句话 你台信金就是乌贼赞 打认知作战 好你就看到了 为什么在昨天晚上 逼出这一纸五点声明 到底回过头来 台信金当时是怎么 招招见止中信金戳到痛处了吗 是啊 应该是这样讲 昨天911啊 这个台信金跟新光金金 这个新金币也弄出了911 直接就说你们中信金 看起来感觉钱砸很多 但是他没有告诉所有股东 有三大风险 可能这个案子有问题 哪三大风险 第一个 公开收购条件到目前为止 主管机关监理和金管会 都还没有核准 第二件事情 中信金啊 你根本就是个阿诗 你就是漫天喊价 14块怎么样怎么样 你有弱实做到滴滴吗 你有真的去研究 新光金的一个相关的财务结构吗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这样子漫天开价 是不是有意思要 老乱金融市场的秩序 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说你只有说你首开 首波公开收购上限为51% 可是你没说啊 没说什么 你后来剩下49% 你是要用什么样的条件 你是不是首购51% 已经拿到手之后 其他的打折再打折 用低价来并吞 所以是以所谓的 一开始是用高价收购 剩下另外49% 是用低价恶意并吞 是不是这样 你要讲清楚 这个新光金总经理 陈恩光讲得更有意思 他说 人家就说 中信金加纳业弹 人家病了之后 你们新光金也开始 就变成你要飞上凤凰 也是变成是 赤值低大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吗 结果他讲了一句 非常有智慧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新星并购完之后 还有保有48%的股权 意思就是 我们还是大股东 我们还是很有实力 我们讲话还是很大声 可是呢 如果被中信金当并购之后 新光金的持股 只剩下两成多 这个有点为人作假 帮别人变成第一大 跟自己当第一大 自己有没有实权 其实差很多 但他这一方的意思谈话 真的小股东买单吗 我们就继续再看 最大的美国是什么 现金 小股东就是看现金 聘金下高者得标 这当然是重要的一个指标 来我们就来看看 论现金谁的口袋深 不是有财报吗 财报掉出来一目了然 是 而且很有意思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 就是说台信金说 没有啦 没有啦 中信金那个漫天海降 老轮的市场进去 你看他们自己口袋的银蛋 其实没这么多 然后他就说 中信金的口袋银蛋 大概只有2.8亿 可是没有 现在人家掉出来 如果你同样 现金跟约当现金来看的话 人家台信金现在有256亿 这个大概这样子的一个资产 现金跟约当现金 中信金 人家是1235亿耶 好不好 不是你台信金的5002.8亿 所以人家中信金的总经理 高丽雪就说 你也比较败的 我们如果银蛋里面 真的只有2亿元的话 主管机关会同意吗 这样有可能 然后说我们公司 不会这么儿戏啦 简单讲一句就是 你台信金一旦比不过人 你就用撒那个破黑末 用乌贼大战 来进行认知作战 快走快走时间没够了 观众朋友为什么刚开场告诉大家 现在双龙抢猪最后星光金 奖落谁家 大家时间一样 大家压力越来越大 为什么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啊 是我们都知道 包括中信金跟星光金 他们在10月9号这一天 要进行一个临时股东会 临时股东会的表态动作 有多少的股东决定这个案子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就未整个 并购案拍板定案 所以现在大家真的是 那个双龙抢猪 你知道现在台信金加码聘金 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讲过 你上次那个每股11块 然后什么每股换多少 那个太假啦 现在那个中信金要抢金 把那个钱放在桌子上 马上逼着台信金必须要加码 所以现在那个台信金就加码 那加码的条件是什么呢 你看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台信金呢 就是说我们台信金每股 就0.672的普通股 再加上0.175的新种特别股 来换星光金的一股 那中信金的部分呢 就是一股中信金 新光金来换中信金的0.31股 还有现金4.09 整个来讲呢 预估啊 就是中信金要花1314亿元 来取得51%的 新光金的股权来取清 那台信金呢预计是 砸下236亿元 那这两箱比较之下 如果你是小股东 感觉上说 听起来好像中信金 那个比较有那个诚意哦 新光金 现在被人家讲说 那个什么新总 新总那个 所谓的公司债 然后新总的股东来弄嘛 他就说没啦 你那个累 什么叫新总特别股 那是什么 听了没 结果现在被人家发现说 台信金嘴巴讲的是 累现金 三年定存 三年期满 就可以收回哦 而且我们还给你 1.665%的利率哦 那这个市面上 其实没较败啦 还不错 然后呢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什么 他没有告诉你 事实上这个 所谓的新总特别股 没有转换股权 没有投票钱 而且三年之后 强制收回 如果三年之后 没有收回的话 什么时候收回 台信金说的算 所以这一阶的美格就是说 两边的抢亲大戏 中信金先开了个好价钱 台信金输人不输丁 就在来弯弯那一天 他也要加码 加码上去 你觉得两边有拼哦 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台信金端出的条件 你一看不得了 他怎么会有一个特别股 这个特别股 你刚解释了 他是 我借钱给你 让你来买新光金 可是你三年后 不一定会把我的钱还给我啊 是 简单来讲就是端牛肉 端牛肉 结果人家台信金端出来的是 组合牛肉 就是碎肉组合在一起了 为什么 这不是我讲 这个新光的他们大股东 林博翰说 你这个新总特别股 讲得好听啊 它特别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没有投票权的 第二个不能变成是 转换成你相关的台信金的股权 那刚好特别 这个听起来是特别差吧 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说你是跟我们这些大股东 原股东借钱的 借三百亿 而且借这三百亿啊 绑的时间是三年 绑三年之后 你要帮我们赎回 赎回我们等于 简单讲就是我们赚你一点利息钱 赚的利息钱多少 也不过才1.66% 现在哇靠 1.7% 你还比外面还要来得低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三年之后强制赎回 如果你到时候不赎回了 在多久赎回你也没够 所以呢这个新光的林博翰 就说没 听起来这个特别股 听起来感觉上是特别差 昨天的911 新光的临时股东会进行 而且发现投票结果出来 在这个董事会里面看起来 就两期董事反对 两期保留 那原本反对我们都知道 就是吴东靖家族这个部分 李甄 昌庚 吴新如 这两个人反对 本来在预期之内 那一期 比较让人家出乎意外的是 徐永明这个读董 那徐永明这个读董 他意思是说 我是持保留 保留的原因是因为 你让我时间太多你只有40分钟 就要我决定这一个 这种上看千亿元这个并购 我是感觉 有点太冒险 所以他持保留意见 好整件事情进驻了深水区 我刚才说 最后15天 变成了委托书的收购大战 这个时候非常实习就要非常纪念品 就要端出来了 是我们每年到了股东会 只要那家公司有经营权之战 我们都知道那一家公司 那一年的一个股东会的纪念品 特别好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保温杯 雨伞什么的之类的 反正你只要看那个股东会的礼物 特别好你就知道 这家公司有经营权之战 果然现在他们就讲说 关键15天 大家都开始进行 所谓的委托书抢签大战 为什么 因为星光签有超过5成是散户 那外资高达2成 吴冬镜大概有持有10% 然后吴冬量持有8% 但在这种情况之内 散户最喜欢婆婆妈妈最喜欢什么 就是你的那个纪念品 看给我什么嘛 所以现在财新金的10月9号的 股东会的这个纪念是什么 时尚保温提带 说真的还真的蛮时尚的 不知道是不是彭雪芬 有相关的给他一些 计划我们的贵妇 所以他看起来真的还蛮时尚 飞出去也没赔钱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星光签他也大放一个异彩 什么大放异彩 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卡 这个卡这个超商购物卡 200元现金 去年他的那个董事会的改选 也拆100元的摩斯汉堡 套餐队会认券 现在double 你就知道我看起来今年的阵仗 今年的这个僵局 经历了这个股东的大战 看起来比去年还要那个严厉 所以才会double双重的好料 那这个讲到这个股东会 我们就不禁想到什么呢 三年前这个东元父子大战 这个真的是大家经济乐道 怎么会白小孩自己经营权大战 这个是很少见的 兄弟常见 父子也要经营权大战 那他们这个原计划要发放 转投资摩斯汉堡的兑换券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爸爸 直接皇帽雄用 挖公突袭张子 因为旁边那个 改变成更高价值的康宁餐 餐丸组 让原本准备好不少汉堡的 这个小黄派 也就是他儿子派 措手不齐 我跟你讲 他用这个挖公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告诉你 吃亏计派出头 没有我这个爸爸 和你这个金饭丸挖公 你现在还来跟我抢经营权之争 所以这个挖公派 是有它的含义存在 你知道吗 那果然这个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 就是哇 这个也太精彩了 那同样的 在去年底也发生 这个经营权大战的这个志冠 以前啊 顶多就发游戏卡 点数这些 我今年又大手笔 陶瓷涂层的保温杯两入组 所以呢 换句话说 今年中兴金 它会祭出什么样的奇招 市场上 大家都在观望当中 另外一场江湖 大卖场的商机 中秋要到了 500亿的商机 谁来争夺 谁是笑到最后呢 好市多 好市多卖黄金 对台湾消费者来讲 早就见怪不怪 没想到 我们的台湾经验 居然成了全球好市多 业绩点火的金钥匙 你知道美国好市多 居然有样学样 卖起了黄金 卖起了金条 单季居然卖出了 30亿的金条 怕死人 不只如此 一条金块 居然也像 揣楼鸡 开启了台湾供应链 上架美国好市多的契机 敲开了这个门 有多重要 台湾好市多到底多强 今天晚上 旺哲带我们从中秋节 500亿的商机 争夺霹雳火来看起 好 抱歉有所谓观众 下个礼拜二就是中秋节 那因为这次中秋节 没有廉价 大家觉得很可惜 所以这个礼拜周末 有没有 大家开始嘛 往卖场进购要烤肉 中秋节有500亿的商机 现在大卖场虎视眈眈的 都把最好的商品端出来了 但问题回来 其实现在因为受到通膨的影响 其实很多的一些商品 也跟着水涨船高 像是卫生纸 大家最有干嘛 过去看起来厚厚的一跌 但今年看起来 好像怎么变薄的感觉 这个是网友他分享 他说他到好市多 买这个紫色的卫生纸 这个包装 其实每个人到好市多去买 都会想一箱一箱的搬回去 那最近发现了不只涨价 从原本369块涨到了419块 你会发现 卫生纸的厚度也变薄了 这是不是变相也涨价呢 那他实际去测量一下 他把过去的那个卫生纸 他2022年买的 跟今年买的 比对一下 轻了十多功课 哇 那就表明缩水了嘛 那很奇怪 你一边买一边算一边计较 你还叫要买啊 是啊 还是大家会去买的 为什么 还是会去买 因为这个品牌忠诚度高 我跟你讲 好市多在全球有非常多的会员 那他的会员也是全球通用 就网友呢 他到了冲绳 因为我们知道 暑假很多人到冲绳去玩 也会逛一下冲绳的好市多 冲绳好市多刚刚开幕 我们再告诉大家 凌晨4点就是贪食蛇 排个不玩 排队排爆了 太可怕了 这个朋友呢 他到了这个冲绳的好市多去消费 结果呢 他发现 不对啊 我的卡被误刷了 多刷了4000块 可是他冷静回国了 怎么办 他说好市多 他打电话给客服好市多 好市多说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到我们全球 任何一家的门市 直接办刷退 所以你在台湾 就可以直接办刷退了 你不用再回到冲绳去了 那包括了 你要退换货化 其实也可以 所以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服务 其实大家觉得蛮感动嘛 就是说你不用再 回到了冲绳 多飞一次飞机 你在台湾 在地就可以享有这样的服务 这个就会加深 那个品牌的忠诚度 再来我们就说 其实好市多的退货 也没跟你再啰嗦了 要退就直接退 像有些可能一些卖场 或者有些商店 你要退呢 他还看你看看 左看看这个 到底有没有瑕疵 或是你使用了多久 可是好市多呢 他退货机制 其实是蛮干脆的 那这个退货机制 你也造成说 他的这个年利润 其实超过了千万美金 哇这个千万美元 大家别小看 等于是3亿台币左右 所以他等于是带来 用退货机制 带来更多的品牌 忠实度的顾客 再一次次的堆叠上去 你看包括迪士尼的副总 他最近在想个问题 他说如果我看到 有个店家 门口上面贴四个字 叫束不退货 我一定不会去逛货 为什么 他肯定没有照顾 消费者的心理嘛 就没有在那消费者 顾客的心理来想之后 我为什么今天来退货 没有听进消费者的心声 所以目前看起来 像包括迪士尼 包括像这个好市多 都往这方面思考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他可以加深大家 再来二刷 三刷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好市多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好市多的这个 会员的序益率 有全球90% 可是你知道台湾几%吗 台湾是92% 比全球的数字还要更高 你知道台湾人 对好市多这个品牌 有多死忠了 有多死忠 有多忠诚 这个想必也是好市多 美国总部 最想参透的道理 为什么全世界 我好市多几百家店 唯独你台湾这么会卖 南屯那家好市多 卖到全世界第一 是 结果不问不知道 问了吓一跳 你们什么都卖 他们就来这边参考 做功课做笔记 黄金你也卖 华人爱吃的你也卖 通通做笔记做回去 没想到敲开了 台湾食品物品的供应链 通通能上架美国好市多 这个太厉害了 真的蛮厉害 大家觉得台湾市场很小 没有 其实台湾市场是非常值得 北美市区来做参考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好市多卖一样产品给美国吓一跳 什么产品 金块金条 金饰 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卖这个东西 结果美国为什么会参考东西 因为当时四年前台湾的好市多 开始在卖这些金饰金条的时候 美国发现吓一跳卖翻了你知道吗 结果他们也把同样的模式在美国去卖 美国也同样热门受欢迎 美国在北美卖那个金条金饰或金块 都非常热门 所以他觉得台湾等于是好市多 整个全球市场的推进器你知道吗 所以他透过现在有个提案 希望能够透过台湾的分店 要这些厂商自己来提案 说你想卖什么 我们就来卖卖看 在台湾如果卖成功的话 未来在亚洲市场 在北美市场可能也会成功 这是多不可思议的事 长久以来好市多来台湾大概25 26年 在过去20年来 你打个电话去好市多 拜托他上架 你求爷爷告奶奶 等吧 你慢慢等吧 现在没有 好市多回过头来 原来你们南屯店可以卖得这么旺 来来来都来 反而是他邀请你 是他邀请你之后 这些品牌就会开始提案 把产品搬上美 到底哪个消费者接受程度高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北美也很多亚裔 或是华裔的人口在里面 那大家好市多也想要抢这份市场 所以像好市多 看准了台湾跟韩国的这个市场 包括台湾卖得很热门的 像鲍鱼或辣肉 这些东西其实在 北美的这些华人 他们其实很喜欢 他抢供这些华人的超商 把那些全部吸引过来 来过好市多 你同样可以买到 这些亚洲的食材 所以卖得非常好 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 关键的一个 关键商品就是 那一国黄澄澄的金条 那个金条有样学样 学台湾上架 四年前台湾是 独步全球开始给它卖下去 现在金块 金价涨成这个样子 听说那个北美 金块一年多少 吓死人卖翻天 真的真的不讲不知道 一讲吓一跳 像北美在卖这个金块金条 它一个月单月的销售 可以到两亿美元 两亿美元 这不是两亿台币 是两亿美元 其中金条是单季突破 卖了一亿美元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在美国卖的 也是吓吓叫 那这个我们回推回来 台湾是不是变成 美国的好市多的推进器 我们台湾卖什么 发了之后 美国在照样卖也跟着发 所以说美国厂商会不会注意到台湾 当然就会了 所以台湾消费者功德无量 点了这个火 它整个业绩大爆发 好啦那老板赚钱 是 有没有回馈给员工 我们常常在想两件事 一个叫高通膨 一个叫低清 好市多 在那边工作待遇好吗 其实在好市多 工作待遇其实真的不错 我给大家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全台目前 所有卖场的员工的起薪 我们看这个包括了 好市多的员工起薪 就直接42K起跳 那群领是28K 加勒服是32K 但问题是什么 其实好市多 它不是赢在喜薪而已 它是赢在它的制度面 它制度面是什么 你时薪人员 你知道工作买 一千零四十个小时 电脑会帮你主动加薪 你等于半年调乳趴 一年调了十趴 你知道吗 所以你晚上 不用跟老板出去喝酒 不用跟他拔暖 你不用站对边 你就可以电脑自动帮你加薪 你只要工作的时速有到 那个扛长有到之后 你的薪水就会往上升 你不需要再做这些 额外的动作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文化是不是也可以 给台湾的企业 做一些思考 说人家有这样的方式 然后也蛮照顾员工的 甚至他其实我们都知道 好市多的主管职以外 其实他们都是用时薪室 来保障他们的员工的工时 每一周至少四十个小时 就说你薪水至少不会太低 那会不会高 一定会高 为什么 他时薪是369元 比我们基本的 那个partight的薪水还要高 明年连九掌 拼到后来 我们才拼到了一个小时 190块钱 他就double了 他double上去嘛 所以很多的好市多的员工 他的薪水是逼近到六万五千块 而且还可以再往上 就好像讲你多做的实信 他其实都会算在里面 多做就是你自己的钱 你不用碍于什么压力 什么都不用 你只要今天有做多一个小时 就多一个三百块 进去 所以变成说他的离职率 非常的低 因为我们知道 好市多在全台有七千多个员工 他离职率低于三 比台积电还低 我们昨天讲台积电是八 他今天好市多离职率 只有低于三 而且为什么 其实有蛮多很立志的故事 因为我们知道 好市多其实很少公开招募员工 那如果你一进来当员工 像有些 可能过去有一个大学生 他十二年前在那边攻堵 十二年后 他现在摇生病变什么 已经升到经理了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就是说 我跟你签约 我是你的会员 缴年费那种 我的忠诚度很高 然后这个地方 也吸住了他们的员工 忠诚度更高 来了就不走 对不走 那不可能走嘛 第一个 你有前途 钱是那个金钱的钱 再来你工作又稳定 再来又稳定升迁 这么好的工作 到底哪里找 好 汪总问你 一直都在问 好市多如果他有 他自己的一个know how 那如果我是经营大卖场 我是你的竞争的同业 我当然是copy passed 我就可以跟你赚一样的钱 可是偏偏说学不来 这个人开始动起来了 卷起袖子的林敏雄 全联开始学起了好市多 闯老街的概念 他怎么学 我们知道全联是全台湾的 这个专量饭或是超商 市占率最高的一个企业之一 那你知道最近中秋节不是也快到吗 像全联也推出买一送一 你买一罐烤肉酱 再送你一罐烤肉酱 那你买一包米 1.5公斤米 我载你送你一包 你等于平均一包只要100块钱 划不划算 非常划算的 你就算这个周末吃不完 你可以累积到下个月吃也是OK的 所以就变成说 全联它是用这种价钱占的方式 这是它吸引大家来 你平常一个转角之后就可以到全联 好市多年还要特别开车到一个定点 特别推开车过去 或者推个篮子过去 可是这个全联其实现在比例有 部署超商 你就知道它其实布局非常深 很多巷弄都有 再来 那个中秋节大家要吃什么 吃蛋黄酥 可是我们之前报審跟大家讲过 一颗蛋黄酥现在平均 快要100块钱了 有没有 可是全联 它一颗才平均30块钱 那这样也是一颗蛋黄酥啊 也是蛋黄酥 非常便宜 所以它还因为这样子 它连续两周没有上架 因为被人家买爆了 买到说来不及上架 你知道吗 好 回到了刚刚的这个扣问 到底全联的丑楼鸡是什么 如果丑楼鸡这三个字 是我从好市多超来的 学来的 那他们自己的丑楼鸡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好市多 它那个热狗是算丑楼鸡嘛 那个全联也有 全联像是面包是丑楼鸡 面包是大家觉得怎么样 很多人在巷弄看到全联的时候 闻到那个面包的香气 就不知不觉的往那边移动了 就是这种感觉嘛 所以像这个全联 现在全力发展的烘面包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面包占着 它的生鲜营业的比例 是大概15%左右 每年创下75亿的白金商 就是说它的金额是非常大的 那再来 它面包有分三种种类 其中卖得不错 就是这个板级面包的这种形式 那它创下去年12亿的业绩 光是它的火腿起司可重 去年就可以卖210万个 你就知道台湾人多喜欢吃面包 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你知道过去它多么惨吗 过去它因为它没有这些技术 也没有这些厂房 所以它只能引进日本的这个板级面包 面团来到台湾来卖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冷冻面团 坦白讲 你有效期限 大概就一天而已 所以当时是卖一个赔一个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还曾经一度赔到上千万元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们有自己的厂房 然后有自己的物流设备 有自己的门市 他们只要4个小时 就可以把香喷喷的面包送到1000家门市 所以大家你要知道 全年面包是非常新鲜的 所以大家会吸引人家 人家会成功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普丁的最后通牒吗 观众朋友你来看看 非常罕见的 普丁什么时候站定在那个地方 接受媒体独家专访 他受访的时候警告西方 不要授权乌克兰远程导弹 以为会进一步威胁到俄罗斯本土 否则将仕同跟俄罗斯宣战 欧洲恐怕爆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哇 这样的一个通牒该害怕的 真的是北约吗 还是根本俄罗斯暗夜吹口哨呢 给你看一段画面太惊人了 乌克兰军方兼设防空飞弹 居然准准准准击落了 俄军的苏凯30的战机 俄乌下一个火药库到底在哪里 会是克里米亚你看到这个现场吗 居然连亲恶的土耳其都郑重表态 克里米亚该还给乌克兰了 在这个表态的背后 看到了普丁败相遗漏了吗 普丁是不是败相遗漏 我们从北约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包括美英这些北约国家 准备要全面开绿灯 让乌克兰总统 这个哲伦斯基可以下令 全部都采用北约国家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远程背带武器去攻击俄罗斯 攻击俄罗斯的这个军队 那当然这个举动和这个决定让这个普丁 气扑扑啊 你可以看到普丁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访问 那这个访问的背景很奇怪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街坊 你看后面背景好像在路边 我非常少看到普丁在这样子的背景 接受访问发表重大谈话 好像在赌麦一样 那一般来说俄罗斯不是由这个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就是从俄罗斯的军方或外交部的发言人 会有一个正式的这个背景画面 开机者会 但是都是一个正式的场景 你要等到那里似乎等不及 这个感觉好像西方的媒体 外电消息一披露之后 普丁立刻 不管是不经意还是这个有意安排的 在某一个外面的场合 就直接媒体赌麦 他就直接讲说 如果你们这个欧美国家这样做 可能会做出这个决定 无异于说你整个北约国家 就是跟这个美国欧洲在内 直接要参与乌克兰的战争 直接对付了这个俄罗斯了 而且俄罗斯啊 有可能就会因为根据这些最新的情势 我就会做出适当的决定 而这个适当的决定 他就说美国人你们喜欢讲说 用远程武器飞弹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讲的这个Attackers 甚至更远距离的其他长城飞弹 包括战斧群艺飞弹 这些都算是远程武器 那用这些远程武器来攻击 瞄准俄罗斯的话 那你们不就是等于把第三次世界大战 All three 放在了这个欧洲 然后把这个道路铺平了 言下之意这个责任开启的话 你不要怪我俄罗斯哦 是你们美国英国法国 你们这些北约国家造成的 拜登根本没在甩 他照样跟你步步紧逼啊 拜登先批准了乌克兰军队 可以使用英国的这个风暴指引的飞来 其实这是英国法国一起研制 他的这个原来制造这个飞弹 是欧洲集团公司 为什么大家会想说 美国总统拜登怎么可以批准英国 因为我跟大家讲都是北约国家 北约国家的武器 要准备用来对付俄罗斯 这知识体大 所以要先讲好 那美国呢 当然他之前已经给乌克兰开绿灯 使用Attackings 后面要不要再用战斧啊 其他的什么什么飞弹 那当然后面还会看局势的这个发展 和战场上的战果而定 但英国的风暴指引 在我美国其他的长城飞 他还没提供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足足就派上用场 绰绰有余了 这一个射程至少超过250公里 就是155英里 大概作战范围是500公里左右 风暴指引飞弹呢 他也是在飞机上发射 然后他的射程时速 时速是大概0.8马赫 就是超过1000公里 他可以用接近音速的速度呢 贴近那个地形地貌这样子飞行 我们上礼拜说过 是略海飞行的这个飞弹 你侦测不到他 对 你侦测不到他 那这种是在地貌地形这样飞弹 最后呢 他掉下来的时候 他会整个 把他的这个高爆弹头 整个引爆 专门是对付什么 碉堡跟坚固的掩体 那些主要的建筑物 还有军事的这个 阵地的这个建筑物 沙昌立即将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躲到 所谓的地堡里面去 防止这个所谓的空中来行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号车 Stone Shadow 风暴指引 你看他之前在 俄乌战事开打之后 他就曾经去攻击 克里米亚的这个塞凡堡 他的这个海军主要的基地 所以逼得这个乌克兰在打这个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 几乎都快瓦解了 他的军队军舰能逃就逃 能躲就躲 就是这个风暴指引飞弹 好 俄乌战场 我们当然知道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火药库 一个在库斯克 一个是在乌东的红军村 除了这个之外 今天我们还有最新的战事要告诉大家 居然在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出现了这个 让人觉得下半要掉下来的一幕 怎么办到的 乌军的监射飞弹 居然打掉了苏30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克里米亚 这个乌军不断的去打这个地方 因为照理说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拿去之后 他应该是防空系统等等 他应该是布防非常的严密才对 而俄罗斯现在他派的这个 苏凯30这个战斗机 苏30SM 还有包括苏凯35 两架战斗机各带的这个 KH-31的这个飞弹 去轰炸这个克里米亚 后来你看到苏30SM 他发射了6枚当中的4枚飞弹 然后就没看到这个苏30SM的这个战斗机 他在雷达光点上消失了 大家都奇怪开始去找 这个苏30SM的战机到底跑去哪里 后来才发现他竟然被乌克兰击落了 乌克兰击落他 是F-16空对空飞弹还是发射什么吗 结果不是一查 竟然是一个单兵 一个陆军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步兵 人员西形式的这个野战防空系统的飞弹 就像我们台湾那种刺针飞弹 他用这样一般的人员西形式的这个防空飞弹 防空系统就可以从地面上 把这一架号称至少超过5000万美元 也就是1.8亿元台币的苏30SM的这个先进的战斗机 给把它击落了 俄罗斯看了一定很心痛啊 一枚野战防空系统的飞弹 可以击落他的这一架整个苏凯30SM的战机 而我刚刚讲克里米亚你克里米亚都没有其他的这个 有效的反制系统去帮忙俄罗斯吗 没有 你俄罗斯战绩以为如露无人之境 反而让这个乌克兰 他一个士兵带着防空飞弹 就可以把你打下来 以后战场形势这样 俄罗斯难保他的空优不会被逆转啊 克里米亚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讯息 是这个人 艾尔段 一直被认为是最亲俄的北约成员 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而他的这一项态度是不是预告了普丁已经见肉败相了呢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在俄乌战次开打之后呢 他一直很小心翼翼的 不去说一些得罪俄罗斯的言论 可是没有想到你看到 刚刚我提到克里米亚 可是连艾尔段呢 最近似乎他的发言方向跟态度 如果我是普丁 我一定深深的感觉被土耳其和艾尔段给背叛 因为艾尔段既然会支持说 哎呀乌克兰的领土应该有他的完整 主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坚定 而且他的这个态度是坚定不移 这土耳其的态度 他认为说 在国际法的要求之下 克里米亚必须归还给乌克兰 所以我才说 普丁如果听到土耳其总统讲的这一段话 会讲说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 怎么叫我们这个 要把好不容易花了多少年的 这个战事还有准备 然后还有包括牺牲了多少人命 跟这个军事的动作代价 才拿到了克里米亚 你叫我还给乌克兰 所以当埃尔段讲出来这个时候 人家就会讲到说 是不是你俄罗斯 总统普丁 包括俄罗斯 你败相已漏了 连你的这个 不想得罪你的这个埃尔段 都开始秀到风向 把那个矛头 我已经战队会赢得一边了 我要战队边啊 而且俄罗斯你会不会被肢解掉啊 我开始土耳其 我要有一些表态嘛 过去三个月来 整个俄乌战场是一个大逆转 一路打到了库斯克 如何滔滔江水 乌军怎么这么厉害 答案可能在五角大厦 要说不说的那四个字 凤凰幽灵已经送上了战场 凤凰幽灵是什么 凤凰幽灵是什么 很多人其实也问过 我说是哪一种无人机 我说根本不是一种 某一型某一款的无人机 是一个笼统的无人机的一个代号 或是他们一个plan 一个计划 凤凰幽灵就是美方 不断在俄乌战事 这两年多的这个时间 提供了比如说弹簧刀300 弹簧刀600 台湾刀系列还有其他的更中程 远程的这个无人机 类似的一个功能 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 都是一个无人机 而凤凰幽灵呢 就像我刚说 它不是单一个无人机的一个代称 它是一个很多种无人机的系统 所构成的一个计划 和系统 那最远的呢 凤凰幽灵 它可以说 我可以提供到甚至 远程那个飞行距离到650公里远的这个 无人机 都算是凤凰幽灵里面 布克兰也想到成本的问题 不行啊 我们就开始改装 乌克兰在前苏联时代 它本来就有很多苏系的武器 所以它就把这个1970年代 80年代 阿公级了 扣扣扣扣 RPG-18的这个火箭筒 拿来射这个反装甲武器的火箭筒 装在了这个FPV的这个无人机上面 很简单哦 它把它这个改装之后 虽然它的射程只有大150公尺左右 但是已经足够在无人机的操作员 它发现目标的时候 不必再像刚刚用自杀式的神风攻击 去撞毁对方 这个像什么 它飞上去之后就变成一个 空中炮塔 飞行的炮台 对 而且是飞行的铁管 飞行的钢管 它可以直接发射了这个 反装甲火箭系统 击弱它看到的公众目标 或击弱这个地上的目标 它回去再补弹药 它就不用让这个无人机 自己去毁灭了 所以你看到说乌克兰 它其实有效的运用 而且可以不断的去重复利用它 也找到了它另外一种 在俄乌战事上的生存方式 9月至关重要 普丁下令9月30号之前要收复 被占领的库斯克 可是刚刚近平讲了一个 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可怕前进 这么多国家 从土耳其爱尔段 已经不站对俄罗斯你来看 普丁多少人等着他 在这里一路败战 然后群起瓜分 最近半个月的风向就是 大家都在想俄罗斯是不是完了 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重途末路 或者是困兽之斗 所以你看到当库斯克地区乌克兰军队用海马斯的这个火箭弹攻击的时候 正在渡过那个河流浮桥的这个俄军 一个一个遭到附近 你看他的画面上一个一个点全部都是被海马斯的这个火箭弹攻击 黑色那个点点全部都弹脚点 对然后都是俄军的这个士兵你看他们在过桥那扶桥都没办法 又不逼普丁逼到了核战开战的边缘 有可能 这个就是俄罗斯鹰派现在要求普丁说 你要放宽这个核攻击的限制核打击的这个门槛 你要放宽 那俄罗斯是不是应该明确表示对于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北约国家 然后使用核武器去反击他们 那最新一份的这个外泄的文件 这个是俄罗斯的机密文件有曝光 说俄罗斯丢核武的门槛其实很低 也就是表示对于俄罗斯这些敌方入侵俄罗斯的领土就有可能启动 现在已经达到这个门槛了 门槛很低的意思是很危险随时可以发动 是啊因为库斯克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 你现在被敌方攻击进去 你这不是等于已经可以启动这个核武的这个门槛了吗 那俄军的核弹你就据说也已经瞄准欧洲 包括法国的西北部 英国的北边的小镇的32个目标 但俄罗斯说我要打我要打 到底打了没有 还是说俄罗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可打 只是先用这样的一个恐吓西方 全球都在关注啊 大家都在问 台海一旦开战的话 美国会为台湾来出兵吗 朋友 你现在看到是最新被释出的画面 这是美军最精锐的海豹六队 他们在维吉尼亚基地逆讯的画面 击毙宾拉登是这一支禁驴 而在索马利亚海盗抢救劫持现场的也是他们 这段画面曝光就传出了 他们可能正在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战士预作准备 中国告诉我们海豹六队是全美最精锐的人间杀器 真的会为台海局势跟共军决一死战吗 全球现在似乎都弥漫着不定时的炸弹 而巴西的林梅呢 他叫做这个沙勒梅 他竟然语出惊人的讲 他说美中之间的对立 很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讲的话是有参考性的 因为他有很多信徒都认为他讲得很准 包括他之前成功预言英国女王驾崩 俄乌战争还有新冠肺炎的疫情 他讲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爆发 而是是源自于哪呢 他既不是讲俄乌 他也不是说加萨走廊 他讲的是南海 他认为南海的危机会升高 而且中美的对峙可能会无解 结果无独有偶的 来9月12号到9月14号 北京举行了香山论坛 这个解放军中将 他是前军事科院的副院长 他叫做何磊 他就呛哦 你看美方代表即使在他前面 他照呛不误 他说你们美国 不要有任何幻想侥幸心理 什么意思呢 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香山论坛 美中互相较劲 当然是嘴巴上的较劲 主要就是 中国一直觉得 美国你们就是对于台独的立场 感觉就是很模糊嘛 你就是站在灰色地带嘛 你应该不能支持台独 这是中国认为 那美国则不是这样认为 美国觉得说 这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们跟台湾之间 本来就应该要保持 良好的互动与沟通啊 你们现在 所以你看哦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华志强他就讲 他说不对啊 你不用挣这个字给我 什么何为贵啦 也不用挣这个什么 还挣字何为贵 还附带说一句说 己所不欲卧视于人 那华志强也回去了 他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啦 你们北京与台北的分歧 越来越大 是你们自己不沟通 好啦那看起来 真如我们刚刚这个临媒 沙勒媒所说的 中美分歧 似乎无解啊 好 有嗅到了这些火药味吗 我告诉你 同日 相参论坛那个 互呛嘴巴互呛的同日 就看到了 中国央视军事公布一段 解放军飞行员 使用了红外线干扰弹 驱逐万机影片 来画面那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就是当时呢 歼16 在中国的领海上空 然后对着一艘 澳洲P8反潜巡逻 发射了红外线干扰弹 这段画面你看到右边 黑色的 清楚的 是共机 对 而被打马赛克的是 被发射的一方 你说那来自澳洲 那是澳洲的军机 是 当时呢这个歼16的飞官 他就讲 他说因为这一艘澳洲 反潜巡逻机 突然以垂直方式 就是走陡将突然要接近中国领海 那一开始广播驱逐他 他不理 所以呢他最后就用了这个 红外线的干扰弹来驱逐外机 这一段影片的释放代表什么 中国的态度就是很强硬嘛 中国你刚讲到了 刚刚这片海域是极可能引爆下一场冲突的南海 而南海往北 台海南海你要挂在一起看的 所以我们看到两岸沟通一直都没有办法进展到下一步 怎么办就怕误判 误判就有争端 大家都在问台海要是开战的话 美国会为台湾出一兵一卒吗 来咯 这个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就告诉你 不只会 而且可能提供你最精锐的海报部队 因为金融时报得到消息来源说 海报部队第六小队 就是我们讲的美国海军作战开发群 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开发群 说在距离华府东南方250公里的 维吉尼亚海滩丹尼克在做密讯 其实只要是海报部队的第六小队做密讯 内容是不会知道的 密讯的目的为何将来要出什么任务 也不会知道的 但是金融时报他就大胆的说 他说他是会潜在的台海冲突进行密讯 那如果真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 那么似乎美国已经在为中台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无法沟通僵局的现况 在预作准备了吗 似乎他认为可能下一个战场 会爆发在南海 以及主持人所说的台海吗 所以从我们现在提到画面当中 现在看到的是海报六队 海报六队如此机敏的一个密讯的任务 居然大喇喇的透过英国的金融时报 给披露出来 背后我更要进一步问 如果他是为台海冲突而在备战 而在准备的话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当他动起来 那是天大地大的事 为什么我们从金融时报透露 海报第六小队的密讯 会感到如此震惊 那要从美国他特种部队的分级 来开始谈起 你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这则新闻 来 其实美国的特战是分三阶 我从第三阶讲到第二阶跟第一阶 也就是从强度低的讲到强度高的 首先美国特种部队的第三阶 你所熟悉的包括101空降 这个101空降呢 其实在诺曼第大空降这部电影里头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他们 那另外还有像是海军陆战队 你所熟悉的Marine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就不全部都讲了 这是你比较熟悉的 那第三阶啊 是指只要你是17岁以上的 年轻力壮的年轻人 你都可以去报考 换句话说呢 他录取率没有那么低 可是到了第二阶不一样 第二阶通常就是你在第三阶 你可能已经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实力了 你就去报考第二阶 当然了 你如果觉得直接想要越级打怪 你就直接想要去第二阶 你也可以去考 那这个录取率只有10%到20% 所以你的意思中博 我今天如果是三阶特战队员 我是合法合格也杰训了 我想要进阶到第二阶的话 这地方会刷掉一大堆 对刷掉一大堆 那当然了 你如果说直接就觉得你自己很厉害 你可以直接去考第二阶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样 你能够进入第二阶 就已经是人中之龙 人中之凤了 这是已经是很厉害的人了 包括哪些知名的像是 绿冰帽 就蓝波嘛 那包括像什么 游记兵 就是黑鹰计划里面的那些 地面要去解救直升机掉下来的那个 黑鹰计划里面的那些游记兵部队 你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这次讨论的是海豹六队 我还没讲到对不对 还没讲到 原来它是在第一阶 我们来看看 美国的第一阶特战呢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万中选一 特战中的特战 特战中的精英 这有两个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三角洲 那三角洲也是在黑鹰计划里面看得到 那我就不提了 我想提的就是画面当中 你看到的海豹第六分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开发群 那这个第六小队呢 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啊 这些人你必须 如果以海豹第六小队为例 你必须在海豹部队待过了五年以上 然后呢 再经过更强度的 这个测试以及考验之后 你才会被选出 你知道现在海豹六队有几个人吗 才区区两百人呢 但这两百可能以一党百啊 培养一个这样子的 一等第一阶的特战 要多少成本啊 人家就讲 说训练一个飞官 可能要花好几亿 但你训练一个海豹六队 也花不少钱啊 要花五十万美金 新台币一千六百万 值得吗 两百个人你去诚诚看 还不包含我刚刚前面讲到的 海豹部队其他的普通成员 这样一个算下去 人家说值得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还记得2009年 当时曾经爆发一个事情 在电影中怒海杰 Tom Hanks写的 你就知道了 就是那时候呢 索马利亚的海盗 去劫持了一艘商船嘛 那么 必须要有人去解救 那解救在海上 你如何解救 你人质就是被人家索马利亚海盗 拿枪指的头啊 怎么办呢 他们决定有什么方法 就是在船 用船去载海豹六队的狙击手 以外围包钞的方式 一百公尺外 然后由狙击手开枪射杀海盗 这天方夜谭吧 你在海上载浮载成 你狙击手在一百公尺外 平地都很难瞄准 你还给我载海上 然后还说一格怕没有办法保险 要三格 结果后来呢 真的是奇迹 三个狙击手 同样一百公尺外 同样海上波浪载浮载成 三个狙击击手 砰砰砰 全部命中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七暴新闻 后来欢迎你们 出去发生 两次 友谊 第二句 后来